11月9号至11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应邀访问马来西亚 在吉隆坡和布城 分别会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 总理安瓦尔 会见阿卜杜拉时 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 对阿卜杜拉最高元首的亲戒问候 表示中国同马来西亚 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 两国友好远远流长 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0周年 中方愿与马方 共同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 以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为指引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携手推进 落实各自国家发展规划 不断充实和丰富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阿卜杜拉请韩正转达 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祝贺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取得巨大成就 感谢中国经济强劲辐射带动 东盟国家发展 表示愿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水平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会见安马尔时 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建立十周年 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 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达成重要共识 为新时期双边关系发展 破坏了蓝图 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中方视马来西亚 为值得信赖的朋友 和重要战略伙伴 愿与马方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双方要鼓励两国各层及各地方 密切交流往来 扩大经贸 文化 旅游 教育 科技等领域合作 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赋予新内涵 注入新动力 安马尔表示 马中关系具有特殊性战略性 马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愿同中方一道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马方对双边关系未来充满期待 欢迎中国企业到马投资兴业 实现共同发展 韩正还会见了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 就推动双边务实合作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进行深入交流 10号 韩正赴槟城州访问 会见槟城州首席部长曹关友 表示欢迎槟城州 加强同中国各省市的交流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将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 落到实处 访马期间 韩正考察了 吉利宝腾合资公司 单容马林工厂 易纳利美昌有限公司 参观了月书报社 孙中山纪念馆 乔生博物馆党 偎民工厂